据环球时报10月11日报道 随着巴以冲突的日渐加剧 目前美国的社会舆论在政治正确下 再一次开始了选边站队 不出意外 对以色列的绝对支持 已然成为了美国社会舆论的主流 然而让人尴尬的是 总有那么一些蠢货 想要在这种事关美国大局的紧要关头 擦边整活 曾因在华人女演员杨子琼主演的影片 瞬息全宇宙中的表演 获得美国2023年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奖的美国知名女演员杰米·里科蒂斯 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蠢货 在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 这位美国好莱坞女星 似乎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政治立场 在精挑戏选之后 最终锁定了纽约时报自由摄影师 萨玛尔阿布埃洛夫的一张摄影照片 并配纹来自天空的恐怖 然后贴心地挂上了以色列国旗 看上去是否感到相当震撼 一群自由玩耍的以色列儿童 惊恐地望着头顶的湛蓝天空 然而天空除了白云朵朵以外 却暗藏着死亡的肃杀 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此前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 对以色列发动的火箭弹袭击 然而我们在上面也说了 这个美国女演员是一个蠢货 就在其震撼上传图 引发好莱坞全明星阵容谴责点赞 甚至就连一些美国报纸周刊 都开始据此愤怒谴责 巴勒斯坦的残酷无情时 有好事者发现女演员 杰米·里科蒂斯上传图中 这些即将遭到空中袭击的不幸儿童 并非是以色列人 而是巴勒斯坦人 而更加糟糕的是 在舆论哗然下 作为此个作品 原摄影师的埃洛夫 也终于不能再继续装死 这位在万般无奈下 终究还是未能逃过一劫的 纽约时报自由摄影师不得不承认 女演员杰米·里科蒂斯 所引用的这张摄影图中 即将遭到空中袭击的儿童 都是巴勒斯坦人 而发起这场袭击的人 是以色列人 当然 随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 在政治正确下 开始了一边倒的战队 类似的乌龙还远不止如此 例如 下面这则被广泛传播 同样一度引发了舆论愤怒的 所谓巴勒斯坦暴行证据 在此则推文中 这名博主宣称 以色列儿童被巴勒斯坦军人 抓捕之后 关在了铁笼中 然后不出意外的是 这样堪称法西斯的暴行 自然遭到了西方舆论的一致谴责 在愤生怒骂 下一场舆论怒火 俨然又要再一次将巴勒斯坦吞没 可是让人尴尬的是 如此低级的谎言 甚至连他们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 在法国24台的节目辟谣下 刚刚还在怒骂巴勒斯坦暴行的 一众欧美圣母们猛然发现 原来关在笼子里的让人心碎的宝贝 竟然是巴勒斯坦的种 而他们口中制造了这一 惨绝人寰惨剧的纳粹 法西斯 刽子手 竟然是以色列军队 什么叫啪啪打脸 这就叫啪啪打脸 但是让人更加让人意外的是 每当诸如此类的啪啪打脸之后 此前还在火热谴责巴勒斯坦 连儿童都不放过的一众好莱坞大牌 以及各大社媒们 却极其虚伪的火速删除了自己的同情话语 顺带着 那些被顶上了热搜的暴行揭露 也被迅速下架 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一个尤为关键的问题 巴勒斯坦人 是不是人 巴勒斯坦儿童 难道就该恐惧 就该被锁在铁笼子里 很不幸的是 不论是美国乃至于是整个欧美西方 他们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去回答这些问题 在犹如地毯式轰炸的滚动意见输出下 一切接受欧美西方媒体信息的人 只会一遍又一遍地被灌输 和加强一个不容置疑的思想刚硬 以色列是正义的 巴勒斯坦是邪恶的 至于真相 谁关心 海湾战争前夕 一名自称科威特幸存者的15岁少女 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 悲气诉说着自己亲眼所见的伊拉克军队暴行 在她的口中 一副栩栩展开 惨绝人寰的暴力景象 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不寒而栗 我看到一群持枪的伊拉克士兵冲入了医院 在婴儿的啼哭和士兵的凝笑下 300多名婴儿被这些士兵从育婴箱中提出 扔在地上 然后任由孩子们在冰冷的地上死去 然后 科威特幸存女孩的亲眼所见 让整个美国舆论瞬间暴怒了 此前还在是否参战中摇摆不定的美国国会 火速地通过了对伊拉克的宣战决议 在捍卫人权的光鲜正义口号下 纠集了多个盟国之后的69万欧美联军们 浩浩荡荡地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开进 海湾战争由此爆发 然后 凭借着现代精确制导和信息化战争的降维打击 号称世界第三的伊拉克军队遭到了美军的火速击溃 遭遇重创的萨达姆只能灰溜溜地宣布撤军科威特 但是 当满怀愤怒的部分美军士兵终于赶到科威特少女所描述的人间地狱准备缅怀时 却惊奇地发现 此前被大肆宣扬的玉婴箱事件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而在此之后更有确凿证据爆出 那个在美国国会上悲弃控诉的科威特幸存少女 其真实身份是当时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 她既没当过志愿者 也没在战时返回科威特 只是在美国情报部门的协助下配合上演了一出哄骗民众的苦情戏 事实如此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真相从来都不重要 正如在2019年4月的一次演讲活动现场中 前中央情报局长蓬佩奥当着台下近千美国人而炫耀的那样 我们撒谎 我们欺骗 我们偷窃 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 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而在2022年5月美国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 美国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在有关谁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虚假信息散播者的谴责时 自问自答并举出一系列例证 其中就包括2003年 美国政府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入侵伊拉克 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会场上手拿一管白色粉末 指认伊拉克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幕 以作为美国政府在国际场合公然撒谎的名场面载入史册 事实如此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真相从来都不重要 是否能够借此达成最终的政治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我们看到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 美国大肆宣扬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于是我们看到 在叙利亚战争爆发前 美国大肆谴责所谓的叙利亚人权危机 于是我们看到 在面对中国时美国莫须有的捏造了一堆从头至尾 就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奴隶制造 领海争议 边境纠纷 那巴以冲突呢 诚然 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在10月7日的无差别火箭弹袭击 确实有违了国际人道主义原则 但是扪心自问 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 你是否又有更好的办法呢 1947年 当终于得以从集中营的噩梦中恢复生存希望的犹太难民们来到巴勒斯坦时 面对他们打出的德国人摧毁了我们的梦想和家园 你们不要摧毁我们的希望横幅 市居此地的巴勒斯坦人决定了对这群苦难人的收留 然而就在巴勒斯坦的接纳不过几个月之后 当时被美国所把持的联合国就火速做出决议 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 而以色列能够获得建国的法理条件 仅仅是因为圣经中记载巴勒斯坦地区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迦南 然后呢 当时人口仅60万的以色列分到了占巴勒斯坦地区总面积55%的1.5万平方公里土地 当时人口多达100万的巴勒斯坦 只分到了占巴勒斯坦总面积45%的1.2万平方公里土地 巴勒斯坦人可以告关吗 他们当然可以告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年的联大会议上 真正能够为巴勒斯坦发声的阿拉伯国家代表 只有区区六票 门心自问 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 你会怎么办 你能怎么办 为打而已 但是很不幸的是 正义并不总是胜利的 五次中东战争 凭借着来自美国的全面支持 以色列不仅已经占据了巴勒斯坦多达91%的国家领土 实现了国土全部相连 拥有了多达25000平方公里时空面积和几乎完整的海岸线 在接连不断的极限压缩和政治孤立下 如今国土面积仅剩最后2500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 依旧没有被放过 在美国近年以来强行推动亚布拉罕协议 不断抢促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 不断通过这样的方式 人为将巴以问题边缘化 企图将阿以矛盾转化为巴以矛盾之后 摆在巴勒斯坦人面前的 又是怎样的一副无助惨淡 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 已经实现了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在盟友退却和摩擦升级下 巴勒斯坦已经走到了亡国的倒计时 因此站在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看 他们其实已经没有了任何选择 于是我们看到 踩着曾在第四次中东战争里 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神话的 赎罪日战争50周年纪念的这个关键节点 巴勒斯坦用一种悲壮甚至是殉难的态度 发起了这场看似以卵击石注定失败的战争 谎言可以替代真相吗 无疑 以往的历史已经很多次表明 在某些特定的时机下 谎言确实可以替代真相 但是 当真相被掩埋 当历史被涂抹 无可阻挡的时代车轮 同样也将无情地碾过谎言者自身 美国 当然应该为犹太人而无所不用其极 当然应该为犹太人而浴血奋战 毕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犹太人 副国务卿温迪舍曼是犹太人 财政部长耶伦是犹太人 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 白宫幕僚长克莱恩等等等等人数 已经超越了拜登哈里斯政府内阁成员一半以上的政府官员 统统都是犹太人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犹太人内阁的现象简直就是预料之中 无他 虽然从族裔结构上来看 人数仅为600万人左右的美国犹太人 仅占据了美国总人口的2%左右 但是从国会议员获选比例上来看 人数仅为美国总人口2%的犹太人 却长期占据了美国国会总席位的8%以上 换一句话讲 参众议院笼共500多人 犹太人就常年盘踞着40多人 当然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这种犹太帮助力美国政坛的大形式 随着犹太人之期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对拜登的实际架空走向了另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美国犹太内阁的第一次诞生 一个曾凭借商业和财富优势逐渐完成对美国国家经济命脉侵袭 直接造成了自70年代美元霸权正式建立开始 6任美联储主席 有5任是犹太人 唯一一个非犹太人的主席威廉米勒 只干了短短一年时间怪现象的美国少数族裔 终于在不断的权力试探下 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而在此之下 作为这场权力变革的真正策划者 已经实现了对美国经济舆论 乃至于政府权力顶层进行盘踞的美国犹太人 最大的敌人又会是谁 答案只有一个 美国主体民族 邦格鲁撒克逊人因此 作为犹太喉舌的美国民主党 及犹太义垄断下的美国传媒 所倡导的当代主流价值观 即鼓励混血 鼓励融合 反民族主义 抬高黑人地位的黑命贵 白人原罪 LGBT等等一系列 致力于削弱昂撒主体民族地位 灭杀美国国家主义传统价值的种种行径 真的仅仅只是偶然吗 事实如此 对于如今抑郁进行最后权力冲锋的 美国犹太集团而言 敌人只有一个 任务只有一个 美国昂撒 彻底的 完全的阉割美国昂撒 特别是8000万美国昂撒中 对犹太族裔抱有极高警惕的 6000万德裔昂撒 而美国 终将自食恶果 我会变得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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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变得不着